三个中产档 在沙田上水冲突 苹果日报出了一个上人听闻的头条 就是特区政府考虑实施分区戒业 你完全想像不到香港人有多兴奋 兴奋最好是搞完 基本上没有人相信这件事 我自己觉得这件事出现的极大可能 就是纯粹有些人问你收封 有些什么可以给别人 可能在特区政府有一边有个内部会议 有个邵善波类似的人就说不如戒业 搞这么多事情 然后就把这件事搞大 现在有人说戒业 你们快点让出去吧 我觉得似是一种蛙众取宠 就多过是实际 还有分区戒业不是挺搞笑的 效果除了分区的人不用上班之外 你要示威是否有别人来说 不是 要画一条戒业 哪条戒是戒业 哪条戒业是戒业 你说九龙东和九龙西 九龙东戒业 九龙东戒业 哪里是九龙西呢 我不在九龙西那条戒开始示威 我想应该会 实际一点就是 我想林郑是没有资格宣布戒业 戒业你可以不中央政府批 你林郑自己可以宣布戒业吗 我觉得这个是很无契 这些重大事故 你不能脱离中央政府 你可否给一些概念 我们香港人没有经历戒业 戒业这一件事 戒业是什么样的 戒业就是英文的Undermasurra 其实就是等于是军法统治 你总而言之可以规定你所有的事情 因为你不是正常的 已经不是正常的统治状况 所以你是等于军法统治他要求你 譬如晚上不要出街 就不要出街 要说什么事 宵禁什么事 他什么事都可以做 因为台湾以前经历过好几十年的戒业时期 因为戒业时期的时候 你所有的法律是可以不适用的 譬如无端端 逮捕一个人有48小时的嘛 那48小时你就不适用了 于是乎台湾之前是有 你说明有言论自由的嘛 你说戒业的时候因为戒业所以没有言论自由 但是他分区怎样去执行这些东西呢 分区就是怎样 整个香港的戒业 我理解你刚才说的东西 九龙就不准落街 香港也不准落街 你说言论自由啊 你怎样分区可以执行 戒业不是全部的 与马叔朗 简单来说就是你说什么就什么 就是说可以不需要遵守现有的法律 其实就是警察说什么就什么 你又不需要跟他争论 是政府说什么就什么 不是警察 那个叫警察统治 因为政府还有一些 欠兵 军什么 是政府说什么就什么 不是跟警察 我都没明白你分区的话 我在一个区就政府说什么 警察说什么就什么 我另外一个区我就当没事 不去那区就没问题了 问题就是这样 那个问题就是 戒业不是全部都人说了 总而是他说什么就什么 他可以继续给你开店 继续给你下街 但是我喜欢 拉你就拉你 这就叫戒业 总而是他会宣布你什么不做得的 就是不会矛盾 不可以三人以上集会 没错 他会规定 就变成了所有的法律 其实说到最后很简单 就是因为现在你每一区都搞游行 他又不能够不去出一个不反对通知书 他在想既然我可以出反对通知书 你可能都照去 那我就不如戒业 因为戒业就说明你这区就不允许集会 你一去这区我就拘捕你 但问题就是你分区 你现在这区今天戒业 那我竟然去那区 你前面就这么天才的 为什么我觉得这件事这么交 原因就是这样 但我们又反过来说 其实上个星期已经提过一个概念 就是如果你要失控 究竟会不会有解放军 那我们最后的结论其实也是不会的 因为你如果真的要有人来帮忙 如果警察是管不了的 他就会找一些武警来 或者是找一些公安来 但问题就是没有警察就不会失控 那就是 但问题就是现在有很多 我们也上个星期说 为什么警察那么勇猛 因为他也是被洗脑有个使命感 他未必是洗脑说我要很仇视示威者 周浅大师说他可能洗脑就觉得 我未知定义 我禁不住这个集会 我就会被解放军截... 解放军! 守护家刚 但有条网 根据驻军法 有一样东西是好名的 他们其实 诸军法第七十字类 有条网 可以 解放军直接变做警察 解放軍接收警察,即是他穿套衣服真的可以變成解放軍,是有法律 他的消威就是獨裁,就是那個境界可以直接轉 所以如果假設有發生不到的時候,他有兩種方法 一種就是防務警察直接武警下來,另一種就是他用解放軍去變身警察 即是會出現一個狀況,那個狀況就是警察等於被人廢了武功 所以警察就變成不是警察,即是可能你本來有三萬警察 你就變成有六萬解放軍,然後九萬警察 那些警察罷了武功,即是他們都是保住自己警察的地位 即是警察可以立即消失地位,這個是駐軍辦 駐軍辦第七十條之類,你查駐軍辦,你查到的 當然,牽涉到這件事就是我們之前曾經討論的一件事 究竟香港要去到一個什麼程度,你才可以令到沒有香港人減去集會呢 周彥大師之前就提出了一個概念 你有一天出境,你殺了幾百個示威者,那就立即沒有人減去 這個是六四來的經驗 我不同意的原因就是,你試試問你身邊的年輕人 他跟當年的想法已經不同,第一這個是很中產的想法 原來示威會死人,那就不要下街了 當然有很多人會這樣想 但亦都有班年輕人跟幾十年前的不同 我經常都說這些就是殉道者 現在人死了,如果我不下去,我豈不是很壞 又或者他的想法就是,你不要以為你殺了幾十人,我就會害怕你了 即是我覺得,今時今日你就算出到坦克,即是界限,不要說殺人 我覺得你不會嚇到香港人,不減下街 人數會少了,但少到多少呢,就真的很難 我想這個問題是一個統計學的問題 這個是一個共產黨最厲害的問題 當年的時候毛澤東他們想出來的 因為史達人發明的 只要一個社會上殺多少人,抓多少人坐牢 例如抓5%社會的人,社會就會平靜 這個在共產黨的統治來說,是一個統計學問題 就是說你上街不緊要,有多少人不怕死不緊要 這個統計學問題,有多少人不怕死 但這些統計學現在是不停被人推翻 BBC早前有一個文章說 全國國家知道3.5%的人肯出來推翻政府就會成功 有200萬人出來上街,已經超過了3.5% 有沒有東西改變了,是沒有東西改變 這些學術性的規條就是被人用來打破 但我覺得他那個統計學,可能是一個學術性的 他是一個實際性,他們是經驗的 這個問題就是經驗是隨著年代改變了 你做經驗,你就看到以前就是遊行員,就是和平 除非你全香港戒嚴的話,否則他如果真的殺了幾個年輕人 你如果容許和平的遊行,繼續容許和平的人 那他又有幾百萬 除非你不容許和平的遊行 是的,除非你戒嚴到要有些人在西方家裡,除了上班之外 如果不是的話,你又讓人出來遊行和平遊行的話 那他又會有幾百萬 結果你去到這個,就是我們回到之前的問題 就是你只是搞的逃犯條例,美國佬和歐盟已經鬼殺更重 你在香港實施亞戒嚴,那些鬼佬會怎樣想 這樣說,其實我不同意的見解 我都覺得是一個統計學問題 但問題是,當你去玩統計學問題的時候 香港這塊錢這塊肉就沒有了 這個你不敢交際,這個不是叫戒嚴了 因為暴力鎮壓是比戒嚴更重 戒嚴,戒嚴在1987年的時候 台灣大家都可以正常生活 現在我講的是一個更加恐怖的做法 但當你去這樣的時候 你可以在新疆做這件事 但你不可以在香港做這件事 因為你在香港更能generate 雖然你說香港現在極度不重要 因為新疆是負資產來的 當然反正都爛了 再搞爛一點就沒有影響 香港就是金蛋來的 香港新疆不是負資產 但新疆的人是負資產 香港人不是負資產 新疆解決在新疆全部人死光 變零 整件事 那你就可以有地方 可以有些資源 新疆人是負資產 因為新疆政府的開支是負數的 那就是一個負資產 但因為它有資料價值 它有資料價值 但問題是不需要人全財 所以新疆人是負資產 但香港人是負資產 香港這個地方不是那麼重要 其實因為有人在這個地方才重要 所以它不捨得放棄香港這塊肉 而且香港這塊肉 不僅是在香港重要 其實在那13億人口 即是中國最住的那13億都很重要 因為你如果搞了香港沒有了的時候 在那13億人口很沒面子 即是那件事會影響到原來你的統治 是無法統治香港的 這個我想是阿爺最大的關心 即是它的確是在這13億人口 即是台灣 其實台灣是不是都不是自己最住 你現在想想想 我又明白 你想想大陸搞什麼示威 還擊過香港 但你最後還是可以平息 但如果你在香港搞到要 即是大陸都沒有城市要戒嚴 香港要戒嚴 即是他在大陸都很沒面子 即是他覺得整件事 你看看我們一國兩制是多成功 然後香港欣欣向榮 你們搞事他已經覺得很沒面子 即是那件事你是顯示自己 那個制度的統治的優越性 即是雖然大家不相信優越性 但問題就是 即是我也覺得整個中國最大的問題 就是因為理論失敗了 即是被人覺得你就是差 你就是很臭 他一直就告訴別人 你沒有了我 大家沒有這樣的好生活 其實我很成功 他還可以銷售這件事 你香港一旦戒嚴的話 他銷售不到這件事 這件事是他覺得最難忍受 好這件事就到這裏